美国有学者认为 如果共和党在这次掌握参众两院的主导权的话 他认为国会会倾向更强硬的对华政策 现在还不够强硬 还要更强硬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的中国事务主任说 会更加着重对台的支持 采取铁腕手段 现在还不够铁腕 保证美国的技术不会流入中国 也就是说呢 大家觉得现在这个美国在大踩中国大陆的红线 那这两篇都告诉你 其实还没有采好采满 可能还是个刚开始 假设共和党如果胜的话 那真的是不是一个北京噩梦的开始 联动的台海噩梦的开始 更是台湾怎样 也是台湾噩梦的开始 但当然了 讲到美国的技术不会流入中国 我要请介大使来谈一下 美国制裁大陆晶片 这个战争已经打很久了 对不对 这个拜登提出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一些法案等等 那当然了大陆也不是省油的灯嘛 所以有人说会用这个稀土反制等等之类 在想开发自己的这个技术 那美国亲力发展半导体的在地文化 当然也会有一些经济的成本 所以这其实是没有错 伤到敌人也伤到自己 那但是现在有一个 比方说我们以华为为例子也就好 侏罗纪公园不是讲吗 生命自由出口 美国打压华为打压了好久 到现在为止华为在这个非洲大复活 之前我们看到还有包括这个孟晚舟 习近平亲自下令 那段后来的这个 等于是说办历史文件的一个解密 也获得了一些证实 美国二零一九年 把这个华为列入黑名单 阻断了他买这个美国半导体 跟其他的技术 要斩断这个华为的 这个上游的一些能力等等 但是南华早报告诉大家 华为现在早就转向非洲布局 而且大有收获 非洲国家把自己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以引进华为跟其他国家的设备 重建5G来规避欧美的制裁 所以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企业也很灵活 华为没想到 在美国的这个打压制裁之下 现在变成很多非洲电信公司的首选 非洲大复活 你怎么看待华为真的好强 因为华为本身 他是以电信起家的 就是说你那个电话交换机 这个整个的还有这个通讯系统为主 那他被美国整到的 就是他的手机这个部门 因为手机基本上需要高端晶片 就5奈米的 那过去基本上都是 都是我们台积电把它做的 可是美国搞了一个禁售令 而且专门针对华为 所以让华为本来是世界第二大的手机 这个制造公司一下跌下来了 所以这个手机部分 需要高端晶片 因为为什么 因为手机体积小嘛 所以要做那个晶片要做的比较小 越小越好 而且小的时候 他的功率还要能够提高 他的那个耗电量跟他的功率 还有不会发热 这都需要用奈米的技术 奈米就是缩地数 把它缩的越缩越小 那可是呢 手机被他被被被 被美国封杀了 可是电信没有办法 电信中国大陆 这个尤其这个华为 我问过一些朋友 他们知道华为的文化 这个公司的文化 是一种拼命三郎的文化 而且有一句俗话 他们这个很好笑的 我好像也提过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到这个 到这个菜场去买菜 说买一块肉 说老板你送把葱好了 那通常那个大家送你一把葱 他说华为的东西 是买一把葱 买一把葱 结果说人家华为送你一块肉 所以所以他 买葱送肉 买葱送肉 所以华为是 CBG超高 非常高 而且他的这个售后服务 他常常是都直接驻厂 让你的售后服务 谁到不是谁到谁来 根本就在场给你驻 驻厂给你服务 那你知道华为 他这个电信设备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对手 那其实美国也没有大的电信商 AT&T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都没有了 那谁在做呢 一个叫Eriksson 一个是Nokia 这两个公司都北欧的公司 事实上美国其实打华为 事实上是扶植一个欧洲的公司 那这两个公司 事实上成本高 售后服务不好 那尤其到了第三世界国家 你知道尤其在非洲 做生意是非常难的 你要做他的基础设施 是更难的 要吃苦耐劳 然后呢 你还有很多周边的投资 所以世界很大 这个华为 你今天在 他过去厉害了什么 他打进欧洲市场 打进美国市场 这个为什么 就是性价比高 又好又便宜 售后服务又好 靠这个完全是硬理之打出来 那美国基本上把你封杀了 可是你只能 连当时欧洲国家都不太愿意 那现在华为不但在非洲 他事实上阿拉伯世界 像阿联酋事上 美国三番五次警告 阿联酋说 你把我的华为把它退掉 阿联酋说不可能 他说这么好的产品 而且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我要花比较多的钱 拿一个比较差的产品 我为什么不愿花少的钱 拿到好的产品 所以华为在事实上 尤其电信业的话 因为他不受这些 这种这种奈米 这种这种五奈米三奈米 这种这种晶片的限制 所以事实上 他的技术上 美国也拿他没办法 那就硬碰硬 那你说这些非洲 说实话欧美的人士 有时候到非洲还好 还要怎么样 要享受 还要吃口可乐 还要有这个五星级饭店 华为的人没有这个文化 华为都是什么 说实来认证非 我看过他认证非语录 完全是作战性质的 那个是任务第一 作战的这种精神 然后非常强调 所有成员人的心理素质 所以他这一个 所以他能够在一段时间里面 很少全球市场 现在美国只能把他赶出 欧美的市场 然后用这种非常非常 就是说赔本的方式 因为当时 Johnson那么清美 英国首席这么清美 那时候拜登说跟他讲说 你把华为给他赶出去 结果Johnson说 我要我损失数十亿的英镑 谁帮我出 那美国说那你自己解决 可是后来英国还是买单了 那很多国家就不愿意 那所以我觉得华为事实上 就是说这个公司 有的有一点像打不死的凤凰 就是说会浴火重生的 那他们现在的公司也就是说 你现在你如果把我压在下面 等我站起来的时候 我会变好 我会有更强的竞争力 那现在华为展现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精神 所以世界很大 那么技术也 也是不是永远都会落后 我今天高端晶片 我做不出来 我奈米拿不出来 那事实上的话 它事实上中国大陆在晶片上 现在想方设法的这个 想要突破 那还有就是说 我不是这方面专家 不过就是说 又细晶片的这种 这种半导体的 它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 那也有用不同的材料 来制造半导体 这种的技术也都在研发 所以其实华为 我觉得就是一个具体而为的 中国大陆的缩影 就是说第一个 大家知道这个华人拼搏的精神 其实我们台湾人也是 以前台商一卡皮箱走天下 其实政府也没帮什么忙 都是大家赤手空拳的打出来 另外你看看 另外一个我觉得 比较不一样的是 其实大家也想要 跟中国大陆打交道 不只因为他的性价比高 也因为中国大陆市场很大 我跟你交好朋友之后 将来我也可以打到你的市场 那市场那么大 谁不要呢 所以大家先 你看光科技超重要 这个晶片不能没有光科技 这个光科技制造 主要大家知道荷兰很强 这家ASML 这个非常非常强 美国的禁令 就限制这个EUV EUV是一种这个 极紫外光的光科技 禁止它卖给中国大陆 从这个设备上 帮你斩断 也要说服这个ASML 不要卖这个DUV的光科技 给中国大陆 设备通通不要卖你中国大陆 你怎么办 你没有设备你怎么做呢 对不对 但短期之内 光科技确实难度很高 大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是卡在这里没有错 但机会来了 去年中国大陆 是ASML的最大客户 买了多少 两百九十亿 注意 不是人民币 不是台币 是美元 两百九十亿 美元 你想想看 这个客户你要丢吗 对不对 你要丢吗 所以大家就知道 这个外媒报导 美国晶片的巨头 这个美光就开始 这个量产 不需要EUV光科技 晶片的制造技术 山不转路转 我可以从技术 从各方面来打破 你这个制裁 所以ASML会怎样 更加依赖中国大陆市场 请问一下 全世界哪个国家 可以买到这么大的一个量 的确 就是美国在先前 它是用什么东西 去掐住台湾跟南韩的脖子 它用的就是 荷兰的ASMOD光科技 用的是它自己 美国的这个晶片设计的软体 用的是日本的化学原料 它用这三样东西 掐住了南韩 掐住了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跟南韩 在那个时候 根本就是不敢得罪老美 因为你得罪老美 你就得不到光科技 得不到光科技 你接下来的先进制程 就没有办法做 你得不到这个 日本的这个化学原料 也没有办法做一些 相关的这个腐蚀的工作 所以这些东西 是美国的手上的筹码 但这个筹码未必长久的有效 就像刚才秀方讲的 对ASML来讲 中国大陆它最大的市场 而且美国正在 培植ASML的竞争者 就如果你今天说 好了 你不要去中国大陆做生意 你就带我这个欧美的 盟国头做生意 我一样补足了你 这个所有的收入也就算了 不是 是美国自己正在培植了 这个ASML光科技的竞争者 将来不见得要再需要 类似这样光科技 来进行晶圆的这个代工了 所以对ASML来讲 你知道它这个时候 再听老美的话 跟着这个美国政府走 恐怕就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 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一件事是说 事实上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我们一直不断的强调自由贸易的价值 就是希望告诉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大家不需要打仗 你需要什么拿钱去买就好了 而且一定可以买得到 这就在过去这几十年来 为什么我们要成立这个GATT 为什么我们要成立WTO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要降低贸易障碍 这就是为了避免战争 人类为了避免战争所做的最大的努力 就是自由贸易 可是美国在过去的这几年 为了它自己本身的霸权地位 为了要美中争霸 它完全扭曲了自由贸易 它现在在走回头路 所以它走回头路 甚至走到了很极端的回头路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我们担忧的是 不管未来共和党 或者是民主党掌握国会 事实上美国会逐步的 紧紧的掐住中国大陆的脖子 让中国大陆未来再得到 相关的这个晶片的技术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生产设备 甚至像稀土 美国用了各式各样的办法 在钳制住中国大陆科技的发展 对 我想问一下大千 还现在两分多钟 大千一并把它讲完 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跟中美两国的体制 有很大的关系 你说大陆为什么老是能够突围 因为他们的政策是延续的 尤其现在这个习近平进入第三任之后 过去他的政策一路走到底 但是美国不是 你看看眼看着这个共和党 对不对 可能国会又多数 所以他们的拜登的这个很多想法 不见得能够执行 所以我觉得书跟引恐怕 是不是要看这个国家的体制 对 现在的局面上看起来 似乎是美国占上风 但是未必如此 因为我刚才提到了 美国在陪着 ASMO的竞争的这个对手 所以ASMO未来不见得会听美国的话 同样的 中国大陆自己也正在很努力的 在进行他先进制成的 这些人才的培养 包含这光赛今年吧 我看到媒体报道 大概就有1400位华裔的 美国的在美国的科学家 不管是学者或者科学家 纷纷回到了中国大陆 理由只有一个 因为他们在美国被歧视 他们在美国动不动就要被FBI查 说他们泄密 所以这些中国的这些科学家忍无可忍了 他们回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 投入了中国大陆自己的科技研发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PI444